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五花肉非常好吃又非常简单的做法 学会以后,招待客人备有面子 很多来我家的客人都说特别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五花肉切成长段 切好以后放到一边 准备一节大葱,把它切成圆圈 切好以后放点碗粥备用 再来切一点生姜,把生姜切成片 大蒜也给它切成片 切好以后放到一起备用 下面再来准备一点配料,两个八角 一点点桂皮,三四片香叶,放在一边备用 这会开火,把肉皮在锅底稍微烙一下 像这样稍微烙一烙,可以去除肉皮上的腥脏味 而且还可以去除猪皮上面的猪毛 把每一块猪肉像这样给它烙一下 表皮微微发黄,像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能摸过五花肉就可以开大火了,直接烧开 烧开以后,记得把五花肉翻动一下 煮上10分钟左右 10分钟以后直接捞出来 再用流动的清水把五花肉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以后,控干水分 用刀切成两公分左右的厚片 切好以后,装进一个大碗中 煮出鸡肉 往里面加入两勺料酒,去除腥味 倒上四勺生抽 两勺老抽 一勺蚝油 加上适量的白糖 然后把肉抓拌均匀 然后把肉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肉都能裹上调味品 肉上色以后把它放在一边 腌制半个小时 接下来往锅里面倒上适量的食用油 把锅子稍微转动一下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20克的白糖 倒上适量的清水 用铲子不停地搅动 多搅动一会儿 里面就会有小泡泡出现 等到小泡泡变成大泡泡 再继续搅动 一直搅拌至 颜色变成了这种红棕色 往里面倒上适量的热水 等到热水变红 里面的糖全都融化的时候 直接倒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面少加一点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葱姜蒜直接倒进来 香料也加进来 拌成均匀 出香味的时候把五花肉也加进来 像这样一层一层的铺在上面就可以了 腌肉的料汁也要加进来 最后把炒好的糖水也加进来 加入一小勺食盐盖上盖子 水开以后用中小火煮上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五花肉差不多已经熟了 用大火直接收汁 等到汤汁变少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五花肉 非常的软烂 也非常的入味 撒上一点白芝麻吃起来更香 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非常简单 有非常好吃的懒人红烧肉就做好啦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红烧肉 软乱咸香肥而不腻 既好吃又下饭 光是看这个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学会以后用来招待客人备用面子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吃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留言关注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好